今天已经是2022年的第一天了 我决定在今天给自己放一个假 就是约着我老公 我们两个准备出去爬一下山 对了,这两天他们都在发朋友圈呢 告别2021迎接2022年了 他们都在说什么 他们都说2022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一年 你发朋友圈了没 我以前会发,但是今年没发 为啥今年没发呢 今年我还没来得及 还没来得及 对 你发朋友圈的话你会发什么内容 还没想好 但是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在发朋友圈 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我要告别这个非常不好的2021年 然后迎接2022 2022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年 一定会有很多好运呀很多残韵 感觉是充满了期待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活跟过去是一样的 还是在原地大转 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的意义 都是班里的到手第一名 然后呢突然有一天我就意识到 我不能这样下去 这样下去我只有一个命 要不去当电工 要不去当厨师 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新学期开始的那一天 我意识到之后 我就就开始发费图强啊 就开始去没日没夜的去拼搏 然后呢 非常神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大概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跑到了班里的前三四名 然后用了四个月 就是一个学期的这个时间啊 我就跑到了全校的第二名 就是我们一个年纪1800多人呀 高中的时候啊 而且是高二的时候 就仅仅四个月 我就就拿到了那个学校的这个奖学金 而且是第二名 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班里有好几个 我们宿舍有好几个同学 就是非常的傲气 然后他们就听别的老师在讲一句话 说这个男孩你只要想努力啊 都是很聪明的 你就绝对可以很快赶上去 这个你看看 这个小孩就是一个例子啊 然后我们宿舍的几个小家伙 听到之后呢 很傲气 他就把这件事情当成了理所当然 就是人人都可以 然后呢 他就就不停的在说啊 你可以我也可以 你只不过是在傻学习而已 那我的脑子可能比你还灵活啊 那我用不了两个月三个月 我也能跑到这个全校的一地儿 于是从那一天开始他那个小孩开始变得很乐观啊 你知道吧 嗯 乐观了之后呢 他就觉得他已经是班里的第一名第二名吧 但实际上他也并没有真正付出于行动啊 或者是都是在装装样子啊 并没有真心去付出 大概过了这个一年之后我们就高考了 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这个他一年的状态都很好 结果高考考了大概是160分吧 你不管你学习也好或者创业也好 别人鼓励一下你或者你自己就鼓励了一下自己 但是你千万别把它当成现实啊 而真正的现实是你一定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在行动上行为上付出巨大的努力 才有可能做出真正的改变 明白吗 明白 所以我这也是我为什么讨厌大家发朋友圈去立志啊 就是他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啊 但是你一确把你自己当成创业成功或者是对吧 这个努力奋进之后的这种状态 这个是自欺欺人的 我觉得你说的太过于极端了 你知道吗 那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希望我在2022年开始迈开腿去运动 然后学做几道菜吧 看十本书 然后呢 然后跟你一块来两次旅游 还好 好不好 希望你能把它分解到你的阅读的那种计划里面 然后一定要去完成 那你的2022年是有什么愿望吗 从我的愿望 嗯 大概几个点啊 第一个我在想 今年一定要把我走越天下这个起步变成现实 我一定要走出去了 那不行 哈哈哈 那不能走 那你肯定不能走了 这是第一啊 第二呢 我今天要有这么多的独立的时间和空间 那不能有 我要好好享受这个成年人的孤独 也就是悲喜之夺 然后第三个呢 冤枉就是我希望今年能够感染更多的人能够让更多的小孩能够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 你都是在为你自己考虑的 我说的是享受生活 享受生活 跟你们在一块是属于努力工作 哈哈哈 我觉得你这太自私了 你这不对 你应该再修正一下你的人生理想 希望今年都能够好好的过下去 也希望大家2022年都能够平安喜乐 顺顺利利的 可以 我们就知道